有症狀 剛剛講到有症狀 然後它可能產生這麼嚴重的 一些併發症這些 一定有觀眾朋友問說 陳氏請問一下 一般來講糖尿病 我們知道在一個 是到醫院去就驗血糖就好 他就驗血糖 沒有 驗完血糖 一定要驗糖化血色素 對 如果要再更精準的 再來驗一個胰島素 OK 這個驗完以後 我們就知道 它跑到哪裡了 它是進門了 入門了沒有 還是登堂日式了 如果 然後就開始處理 通常血糖高的病人 現在已經正式糖尿病了 我們會給他吃藥 現在第一線的藥 叫做二甲雙糊 Metamophen 台灣方案成糊糖 那是一個很好的藥 OK 現在還被評為 它有抗癌症的效果 還是一個常受藥 所以通常我們是第一線給它吃 所以那個程度還是吃藥 就可以控制了 OK 如果還不行 再加上其他的配合 包括打針的 原則上藥可以吃到三種 通常醫生都會 原則上盡量在 讓你吃藥的過程之中 因為什麼 依照統計 大部分百分之八九十的 都可以吃藥就好了 OK 有沒有那種 可以讓你比較快樂的 就是什麼糖是可以吃 不會引起糖尿病的 像我太太就是很喜歡喝 那個豐糖 他就說那個絕對不會 導致糖尿病 叫我多喝 這觀念是正確的嗎 但是那都是一樣 是碳水化物 糖 所以進到車裡面 作用都是一樣 所以沒有多吃 少吃這種 大嫂的想法一定是這樣 他一定是覺得說 那種都是純天然的糖 它就比較不會造成像這樣 是不是真有這樣子 這一句話是對 因為天然的東西 它比較好是什麼 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 我們像我們的砂糖 我們到咖啡的時候 烘下去的方糖 那個是提煉過的 百分之百純的 那個不好 比如說炒菜一般用的糖 把它改成那個瘋瘋的 那你比較有美味的話 身體就會比較好了 你一定要吃糖嗎 一定要吃到糖對不對 這是 這活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剛剛沒有限制你不能吃 對 我們真的沒有限制你 我們只是限制你的量 所以說我如果把這一類的糖 改成純天然的 是不是就沒有問題 就比春糖好 對 好 OK 我現在知道你太太 真的很難做人 就是還要顧到你還要變成這個樣 可是剛才講說 如果是驗這個驗這些 那飲食某種程度的控制 再加上運動 是 所以對大部分人來講的話 其實包括併發症或什麼 它是可以比肥腸 對 OK 所以怕的就是 就是萬一要是不在乎這些事情 第一個有些人是跟我不知道 剛剛是講說20年搞不好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是不在乎這些事情 對 OK 可是如果像一般觀眾朋友的話 我不曉得營養師你會建議觀眾朋友 如果假設就是 真的有糖尿病的人 他一天的 包括運動或飲食之類 你會建議他怎麼樣做安排 其實我覺得飲食的話 如果你有在糖尿病衛教那邊 我們有糖尿病衛教師 專門會告訴你說 你應該要怎麼樣控制飲食 這其實現在 我們台灣一直很深根 在做這件事情 好 那在針對運動方面 其實在常常來衛教門診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運動好難喔 好累喔 我每天上班下班好累喔 那怎麼運動 其實我們有教民眾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去快走 好快走 就是平常走路的步伐 再快一點 讓你那種心跳 有稍微比較快一點的那種感覺 但是也不是喘到一個不行 因為以我們糖尿病病人來講 你說血糖忽高忽低 如果你運動太過激烈的話 很容易會昏倒 然後所以我們會以快走 然後心跳有在動的那種感覺 然後有稍微有流汗的 這樣子的步伐就可以了 然後最好盡量是 在暢後30分鐘之後再去運動 你不要空腹去運動 其實很容易早智低血糖 對 所以這幾個重要的部分 你把它注意好的時候 其實運動對你來講快走 就是一個很 每天都做得到的事情 理想師 剛剛講的這一段 我突然想到 先生 有的朋友 其實我們有時候大家在 不管打球或什麼 我們會跟他講說 我不怕你血糖高 我怕你血糖低 答對了 是真的 OK 它不會突然就化掉 低血糖會死掉 會休克 所以剛剛營養師講得很好 快走 在公園裡面散步 就原則上是一個禮拜 做三次 OK 每一次30分鐘 最好讓你的心跳超過100下 就這樣子 叫三三法則 OK 如果要是有人真的去運動 然後低血糖的話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所以他身邊 像我們朋友大家都會講說 那時候有人會身上會帶糖 這是對 帶巧克力或是什麼 對 這是對的 OK 所以這樣反而是對的 尤其是糖尿病的人 他如果再打胰島素 所以他反而要帶糖 他口袋都要帶一個方糖 或者一個巧克力 我都有帶 真的喔 可是你還不是啊 沒有 他是意外 他一直打 他一直打入門的 對 入門的 他試啊 也要入門的 他已經試了 因為他已經 你又被一直講 他已經化症了 他真的六點三 你講六點三 我剛剛講 OK 所以好不好 真的要特別注意這些 對 它已經我們叫做 pre-diabetes 前糖尿病 前糖尿病 OK 好 那可是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大家一定要講說 現在醫學已經這麼發達了 難道糖尿病不能 真的讓我根治或什麼這些嗎 沒有辦法嗎 全是不能根治嗎 OK 其實整個醫學界 大家都在心求這個 可笑的 原則上是這樣子 當你糖尿病沒有進入 胰臟昏蜜不過的時候 我們叫做前糖尿病期 OK 這是可以預防根治的 這還可以 對 因為那時候 只有這個鎖壞掉 所以我們趕快就鎖不好 對不對 換鎖就好 我們來修鎖 所以現在有很多東西出來了 很多保健食品 專門在修這個鎖 二甲酸黃這個東西 它就是能夠 胰島素抵抗會改善 胰島素抵抗改善了 其實血糖 胰臟 就正常的工作 它不必加班 它不必加班 所以它就沒有罷工的現象 OK 後來會真正展示糖尿病 是因為胰臟已經罷工了 對 他說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你要我三倍的能量出去 做不了 所以剛才講是在前期的那時候 還是有可能去可以根治或區 可以一環根治 可是如果真的已經到 進了那個門了 它就是已經得了 對 那就 沒有 那時候也還沒死 你只要 談話解釋是 控制在6點3 病化症還是不會出來 那日子還是一樣過得快樂 只要得了 就是開始吃藥 開始打胰島素 它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就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機關已經壞掉了 最好的就是控制 控制 一定要控制它 好好的跟它和平相處 就是活一輩子 跟它一起過一輩子 對 就跟它和平相處 對 那其實陳醫師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保護好胰臟細胞 你看我們人 為什麼現在那麼過勞 就是因為你都沒有充分的休息 所以不管是在前期 中期或後期 現在醫界現在的 預防醫學方法是 如何提早保護好胰臟細胞 讓它不要過勞死 所以很多醫學的發明都會針對說 就像陳醫師講的 去研究那個鎖 能不能讓那個鎖 趕快把它修復好 那其實台灣很多醫學團隊 在很努力的研究這件事情 你說苦瓜有在研究說 對 台灣的權威團 醫學團隊 花了十年的時間 就是想要突破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能不能去修復好 這個胰臟的細胞 讓它可以 細胞這個受氣可以活起來 就是把那個鎖給修好 逆轉這樣糖尿病 我很喜歡喝苦瓜排骨湯 有沒有一些幫助 在醫學研究上 它其實是需要從苦瓜裡面 萃取出來一個 叫做有定序的苦瓜生態片段 它才具有這樣的功效 這個也是發表在國際期刊上 這是現在目前最新的 醫學研究發現 不是 你要提煉出來 我直接吃不行嗎 我都已經直接吃苦瓜了 也不行嗎 一定要吃十公斤 要十公斤 插泡 恭喜你 從今天開始 你早餐苦瓜 中餐苦瓜 晚餐苦瓜 宵夜苦瓜 你的水果還是苦瓜 還是苦瓜 水果贏 這樣生活就沒有意義的 對 不過還是要講 很多事情都不能 因為這只是一個研究報告 對 研究 你也不能夠交往過正 只是說不管吃 包括我們常常講說 生菜或是說水果 這些多吃一點 總好過那種高油脂 當然 當然 然後再加上運動方面 對 OK 陳醫師 如果要是你對您所有的 不管是病患或什麼 假設就是個糖尿病 你給他的建議 還是運動 控制飲食 對 然後定期追蹤 我看這個是最重要 你知道糖尿病的病人 他想 我也沒事啊 吃了藥 好像不錯了 結果就 那就不吃了 那這是最可怕的 所以定期給醫生看 定期抽血 這是治療糖尿病 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OK 像有一個病人 他糖化石是 血色是抽出來 是9.0 正常是6.3 那我說你有沒有感覺 沒有啊 一切都還一樣過日子 他可以不處理 那本來要20年才會有病患 他可能6年7年就出來了 OK 所以控制糖化血色 在6.3以下 就是一個最主要的指標 而且你 陳醫師你這樣講我突然忘了 我今年做體檢的時候 那糖化血色數是多少 我會回頭去看一下 我會回頭去看一下 大概是多少 不過其實真的 如果要講說 台灣的美食享譽全球的話 對我們來講的話 恐怕應該是享受其力 而去其壁 尤其是因為美食所帶來 很多困擾 譬如糖尿病或這些 但是如果萬一你真的得了糖尿病 剛才現場來賓告訴你 你也不要這麼每天的 有糖尿病的 也不用這麼擔心 覺得怎麼跟他有好的相處 那適當的運動 包括控制飲食量很重要 這樣的話 還是一樣可以快快樂樂的 夾個霸禮會 OK 現場再次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主持人 謝謝我們的醫療教導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